我爸车祸去世后 我妈就疯了 他从没想过保护我 自顾自就疯了 每天都要捧着爸爸的衣服 去马路边等他 因为爸爸出事那天 天气转冷了 他说冻得手疼 干不了活 妈妈就让爸爸回来换衣服 可他又舍不得我爸多走几步路 特意去小区门口等着 结果我爸在过马路的时候瞧见他 有些感动的和他招手 旁边窜出一台闯红灯的车子 他当着我妈的面 倒在了血泊里 鲜血见了我妈一身 还有那件外套 我妈就是那天起精神不正常了 我恨透了他 就因为他疯了 而我又是个小孩 家里那些亲戚吃绝户 把赔偿费全拿走了 每名其约每个月给我们一点 其实早就被他们贪了 就因为他疯了 我每天读书的时候 都要有人找到学校里来 说你娘又丢了 到处找你爸 快点去看看 从小我没过一天好日子 我每天都要给他洗漱 换衣服 还要拿一条铁链拴着他 把他拴在校门口 同学们看到了都哈哈大笑 说你娘是条狗吧 还要拿链子拴着 还有些调皮的同学 会扑在我妈面前 对着他汪汪叫 我妈疯了以后 胆子很小 会被吓得浑身哆嗦 可这偏偏让他们乐得哈哈大笑 我又羞又气 可我能怎么办呢 教科书上写标欺负残疾人 现实里欺负残疾人的 却是一抓一大把 在我这么小的时候 我就意识到 世界和思想品德上写的不一样 我当然知道这有多丢人 可要是不拴着他 他就到处去找爸爸 给家里添麻烦 同学们都很坏 笑我是狗娘的儿子 我只能和他们打架 把他们赶走 可接送他们的爸妈看见了 都会上来踹我 打我 他们骂我是孤儿 是野种 要是把他们的小孩打坏了 家里根本没大人赔钱 我明明有妈 却活得像孤儿 给他们的爹妈打得趴在地上 我妈就被拴在旁边的门上 哭着说 不要打我的娃 我找他爸来说理 他们又乐得笑 说你男人早就死了 我被打得爬也爬不起来 没有一个人来帮我伸张正义 起初我太蠢了 我竟然还去告诉老师 去报警 但是法律规定 姑姑成了我的监护人 她只想拿我爸的赔偿金 根本不想照顾我 每次都私自跟人和解 她谈我爸的死亡金 任由我在外挨打 法律还把别人打我的赔偿金给她 我曾经追着警察叔叔 我说他不会把钱给我的 能不能把赔偿金直接给我 警察很耐心的安慰我不行 还严厉的批评姑姑 要对孩子好一点 姑姑在警察面前连连说好 结果警察一走 她就狠狠扇了我几个耳光 警告我不许在警察面前乱说话 我妈看见我挨打 又哭着说别打我的娃 我找她爸来说理 姑姑只是鄙夷的 看了她一眼就走了 我妈扑上来抱着我 她摸着我的脸 哭问我 娃呀 你痛不痛 我狠狠推开了她 我说我当然痛 因为你疯了 因为你没用 你那破脑子 这么容易就疯了 她听不懂我的话 还擦着眼泪 叨叨叙叙叙的说天冷了 我们去给你爸爸送外套 我看着她翻外套去找爸爸 我狠透了 我真想她也被车撞死在外面 她死了我还能解脱 我有娘 却活成了别人口中狗羊的孩子 这就是所谓的世道 我就这样照顾着我妈 所以我的学习成绩一点也不好 我比谁都聪明 一学就会 可我根本没时间学习 不是给她做饭 就是出去找走丢的她 我从来没有一次放弃找她 因为我知道 如果我找不到她 她就会被别的男人拖走 拖进巷子里 这世上多的是王八蛋 甚至有一些同学长大了不学好 也对我妈摸来摸去的 他们见到我来了也不怕 还摸着我妈的脑袋 笑嘻嘻地说自己在摸狗头 每一次 我都会为了我妈打架 每一次 我都会被打得趴在地上 没有人会帮我主持公道 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 我从来没有快乐的一天 记不清多少次 我被欺负的好想买瓶农药 给我妈灌下去 然后我也已死了之 直到高考那天 我落榜了 我只有别人十分之一的学习时间 却还是考上了本科 每个人都说 要是没有我娘 我肯定能读重点大学 但我的人生就这么结束了 因为姑姑打听过 读完初中就行了 在法律上 监护人没有义务 供孩子读大学 考不上重点大学 拿不到全额助学金 我就读不了书 我拿到成绩单的这天 我妈又走丢了 我早已经知道 去哪找她 她就窝在那条马路边 雨天里瑟瑟发抖 身上都是雨水淋下的水珠 却把爸爸的外套 死死抱在怀里 用自己的体温去暖和外套 她疯了却认得我长大的样子 一见到我就开心的跟我招手 我恨透了这一幕 当初就是她对我爸招手 我爸过马路时 才没瞧见闯红灯的车子 我不耐烦的把她的手放下来 而她摸到我的手很冰 心疼的说 哇 你冷吗 先把你爸爸的穿上 她把怀里暖和 等外套披在我身上 这一刻我有点想哭 我爸刚走的时候 我还没这个外套一半高 可现在穿在我身上 却刚刚好 我狠狠推开她 克制不住的泪如雨下 她慌了 问我为什么哭 我擦去眼泪 明天开始 我就要去打工养你了 你为什么还活着呀 你为什么不死啊 她愣住了 站在原地不知所措 紧张的咬着手指 自从她疯了以后 她就很容易精神紧张 把指甲都咬烂了 不知道多少次 以往我都会让她别咬手指 可今天我情绪太崩溃了 我哭着说 欺负我的那些人 每个都能读大学 都有大好前途 我却连读书的资格都没有 为什么坏人从来得不到惩罚 从小我就要照顾你 我活得好累啊 你为什么不早点去死啊 我妈很害怕 她咬着指甲 嘴里呜呜的哭 却说不出完整的一句话 她只是呜呜的哭 我的娃 你不要气 我们等你爸来 我情绪完全崩溃了 我把成绩单砸在了她的脸上 大哭着说 你去死啊 你每一天都丢 去死好不好啊 她慌得在原地发抖 咬着指甲 扭过身小跑 时不时回头哭着看我 我无力的坐在地上 像个无助的小孩 把头埋下去 哭得气不成声 等我再一次抬起头 我妈不见了 我擦去眼泪 又忍得难过去找她 可不知怎么了 这一天我找不到她 无论我找遍镇上的 每一条街道 我都找不到她的身影 最后还是警察打电话来了 他们很遗憾地告诉我 我妈走了 让我去一趟派出所 我拿着电话 傻傻地愣在原地 我没有想过 这就是我和我妈的永迭 当我见到我妈的尸体 她就在河边被打捞上来 身上盖了白布 白布没有盖住她的手 那一双手 十根手指都被咬破了 有个住在旁边的老太太 告诉我们 很早就看见我妈坐在这里 淋着雨一直哭 她上去问我妈哭什么 我妈只是一直摇头 哭着说娃不要我活了 她看我妈好像脑袋有些问题 就没管了 在出来的时候 尸体已经漂浮在了河面上 我听了她的口述 傻傻地看着我妈的尸体 脑袋翁的一下愣了 她坐在河边哭到颤抖 紧张无措地咬着指甲的画面 时不时闪现在我的脑海里 他们教我怎么去办死亡证明 嘱咐了我很多事情 我都是傻傻听着 最后我跪在了我妈身边 掀起白布 看着她苍白的脸 多少次 我都希望拉着她一死了之 现在她真的没了 我的眼泪却止不住地落下 我喉咙好痛 我抱着她大哭 我一遍遍地说着对不起 我问她怎么真的去死了 我求她不要睡了 快睁开眼睛看一看我 但是她没有回应我 她再也不会跟我说话了 姑姑一听说我妈走了 连忙操办起了葬礼 她不是为了我们 而是为了收薄金 我们把妈妈葬了 我看着墓碑上的遗照 止不住哭 半桑师傅走到我身边 拍了拍我的肩膀 安慰我别难受了 好好给父母祭拜 她给我找来了纸钱 我跪在墓前 乌叶着说对不起 然后用火去点纸钱 可纸钱点不然 我就把纸钱递给半桑师傅 说受潮了 换一批来 她当闷地点了点火 确实点不然 她嘀咕着说 可能是下雨天的缘故 就去换了一批给我 但是新的一批纸钱 照样点不然 半桑师傅看新的纸钱也不行 又嘀咕着去换 她出去几步后 应该是又吃了事 说这次点燃了 她端着火盆过来 让我小心点慢慢烧 可当她一凑进坟墓 那火盆忽然熄灭了 半桑师傅愣住了 表情一下变得很难看 她跟我说 哇 你先别哭了 你试试这根香能不能点燃 她拿出一把 未拆封的香递给我 我试着点火 却发现没有用 奇怪了 这香是新拆封的 照理来说 不会这么容易受潮 师傅脸色慌了 拿着香出去几步点燃 又捧着过来 她紧张的说 坟前不吃香 这是有大怨念啊 我愣了 我问师傅什么意思 她却顾不上我 急忙问我姑姑 这家的男人是怎么死的 姑姑说是出车祸 半桑师傅一听 着急的说 错了 全错了 她把火盆和香都丢开 把我们吓了一跳 姑姑紧张的问她怎么了 半桑师傅喘着气说 你们闯大祸了 男主人是横死的 女主人也是横死 偏偏还把横死的夫妻葬在一起了 不行 赶紧把你娘的棺材挖出来 半送鬼关 不然要出大事 我听得愣了 送鬼关 是我们这里的风俗 顾名思义 送的不是死者 而是鬼 我呆呆地看着坟墓上的遗照 原来爸妈对我有怨恨吗 师傅赶紧招呼大家 过来抬棺材 本来这些人就是花钱请来的 一听说要送鬼关 全都纷纷不乐意了 摘上这种事 没有一个人愿意惹麻烦 他们说送鬼关可以 但要加钱 一个人两万块 抬棺队伍有六人 那就是十二万 姑姑一听傻眼了 他连忙问师傅 出大事会怎么样 师傅说 厉鬼出事 要拉骨肉陪葬 按顺序是长子长孙 长女次子 他说到一半 姑姑就打岔问 死者妹妹呢 或者说死者的小姑子 师傅摇头 说妹妹不在里面 姑姑这才松了口气 然后严肃地和我说 我已经帮你家安葬了 这些年养你 那赔偿金也花得七七八八 算我人之一尽了 他说完以后 也不敢惹麻烦 赶紧带着自己家里人都走了 在场的亲戚们 也没有一个愿意帮忙 大家一听说 事情变得不对劲 都纷纷借口离开 原本还热闹的丧礼 只剩下我和伴丧师傅 师傅着急地和我说 哇 你要是拿不出钱 请不到人抬关 你连今晚回魂夜都活不过 我摇摇头 说自己才刚毕业 没有钱 他犹豫几秒 最后咬了咬牙说 行 看你故而可怜 我教你一个土法子 你可要牢牢记好 师傅告诉我 所谓的送鬼关 就是在日落之后 午夜子时之前 把死者的棺材 抬到他死去的地方 在线上往生饭 请求死者吃了饭上路 等用过饭 又要在经营之前 把棺材葬下 有两点要格外注意 稍不做好就要明明 第一 米饭要半生不熟 在上面打个生鸡蛋 插一双筷子 这就是往生饭 第二 无论发生任何事 全程都不能发出声音 只能说一句 吃饱上路 一旦说了别的话 就会让鬼产生留恋 拉人陪葬 我说我记下了 可我抬不动棺材 我能怎么办 师父说 古说大家都苦 棺材是大户人家 才买得起的东西 难道穷苦老百姓 就不安造吗 他告诉我 以前穷苦老百姓 用的不是送鬼关 而是卑狮人 用草席将尸体裹起来 背到地点 那也算数 活过今晚 卑狮人就算成功了 师父说完之后 就急匆匆的走了 他也不敢惹麻烦 我们非亲非故 他免费教我一个土办法 已经是人之一尽了 偌大的焚山 只剩下我一个人 我再次理解到了 什么是孤苦伶仃 我只能自己买了饭 做得半生不熟 把鸡蛋揣在兜里 棺材还没定上 我等日落以后 打开了棺材 当我用手电筒一照 打开棺材的那一刻 我愣住了 我妈死的时候 她明明是闭住我眼的 可是现在 我妈睁了眼 那眼中却没有瞳孔 一双苍白的眼睛 死死的盯着外面看 即便这是我妈 我的心也被吓得狠狠 颤抖了一下 我伸出发抖的手 帮她把眼睛盖上 可在我盖上之后 她又一次睁开了眼 如此诡异的情景 在这荒芜人烟的坟山 只有我一人见证 这种孤独感 更加增添了我心中的恐惧 其实我觉得自己是活该 如果我活不下去 那就是老天给我的报应 我所做的这一切 不过是为了妈妈 因为师父和我说过 成为厉鬼是很惨的 厉鬼不能投胎 不能回家 每天都要重复一次死亡的情景 成为最痛苦的孤魂野鬼 我这条命不值钱 如果我妈要我还债 她就只管拿去 可无论如何 我都想她安息 她这辈子受的苦够多了 我想她能投胎一户好人家 我背起了我妈 从棺材里爬出来 现在我的样子 别提多么狼狈了 背上是我妈 嘴里咬着手电筒照路 口袋里踹着鸡蛋 手上还提着一碗米饭 山路很黑 我每一步都走得小心翼翼 因为旁边就是钩 如果不小心踩歪了 我会带着妈妈一起摔下去 师父特别叮嘱过我 死者的双脚绝对不能碰地 夜晚的山路很难走 由于我嘴里咬着手电筒 山里的飞蛾 甲虫一类的东西 为了接近光源 时不时撞到我的脸上 哪怕有不长眼的飞到我嘴里 我也不敢乱扑腾 只能忍着恶心咽下去 背诗人 就是背着死者 送往极乐世界 不管吃多少苦 都必须完成职责 可就算是这样 也有一只大飞蛾 扑进了我嘴里 我被逼无奈 只能把手电筒和飞蛾一起吐掉 手电筒掉在地上 罩在了我的身上 我又狼狈地弯下腰去摇手电筒 夜晚的阴风呜呜作响 吹动了山里的野草 我忍不住往旁边看了一眼 却愣住了 手电筒正好照着我 我的影子就这么被照在山路上 可问题是 那影子里只有我 我妈的尸体 没有影子 我吞了口唾沫 强忍住内心的恐惧 摇起手电筒 继续往前走 阴风不断往我身上吹 让我脖子凉嗖嗖的 我却不敢回头 我怕被鬼吹灯 师父交代我 俗话说人怕鬼三分 鬼怕人七分 就是因为人身上有阳气 阳气汇聚为三盏本命灯 分别在头顶和两尖 鬼如果想害人 必须在身后吹一口气 但是鬼的气太弱 不足以吹灭本命灯 这时候人要是察觉不对一回头 那就完了 他回头时带起的微风 配合着鬼的阴气 正好把本命灯给吹灭 这就是为什么走夜路的时候 不能随便回头 我 缓缓下山 山脚下村里养的狗见到我 都纷纷叫了起来 农村养狗很少拴绳 一叫就会引来狗群 他们从家里窜出来 包围着我 发出低吼声 警惕的对我呲牙咧嘴 我艰难的用脚拨开他们 他们好像很怕我背上了妈妈 想扑上来咬人 又不敢上前 突然 一只狗从背后偷袭 我生怕它咬到我妈 急忙一回头 完了 我心里大呼不好 一股强烈的良意 席卷了我的全身 前一秒还警惕的 就好像失去了所有力气 软软的跪在地上 我被鬼吹灯了 我跪在地上 在失去力气的前提下 努力弯着腰 因为只有弯腰 才不会让我妈的双脚落地 这群狗一看见我倒下了 连忙全都扑了上来 我虚弱的抬起手驱赶他们 可这时候我才知道 他们是被往生饭吸引来了 他们不顾我的驱赶 全都往装饭的袋子扑 此刻的我 只能一手扶着背上的妈妈 一手把往生饭藏在怀里 问题是 我的身体好累 连眼睛都累得睁不开 等灵灯被吹灭以后的我 就仿佛生了场大病 哪有力气驱赶这些狗 这些狗的脑袋 使劲往我怀里钻 尖锐的狗牙带着口水 使劲地撕咬着袋子 我只有一只手 我护不住袋子 那袋子被咬破 往生饭掉在了地上 碗碎了 米饭洒落在地 很快狗群就包围了往生饭 这饭要是没了 我上哪弄新的饭去 情急之下 我直接往旁边一翻 让我妈躺在地上 这样双脚就不会碰地 然后我扑向狗群 想把往生饭给抢回来 但是这群狗扑上来就吃 它们跟宠物狗不一样 宠物狗会被训练不能护食 农村养的狗就不会训练这个了 因为这些狗吃的都是剩饭 谁嫌的没事跟狗抢生饭吃 这些狗是护食的 而且本身狗群怕的是妈妈 不是我 当我要把往生饭夺回来 一只狗直接咬住了我的胳膊 让我鲜血淋漓 我发狂地打着这个狗的脑袋 可是我没有什么力气 现在的我连一条狗都打不过 这力道反而更激怒了它 它咬着我的胳膊 开始摆动头部 使劲地撕扯 想把我胳膊上的肉给扯下来 好痛 肌肉被撕裂的疼痛 让我失去了理智 情急之下 我忍不住大吼 滚啊 狗群吓了一跳 可紧接着 我的内心也忍不住颤抖 情急之下 我竟然说话了 完了 往生饭洒了 开口说话了 师父交代过的事情 就因为这群狗的出现 我一见也没办好 突然 原本凶悍的狗群 一个个开始发出呜呜声 惊恐地看着我的身后 他们缓缓后退 我竟然在狗脸上 看见了害怕的表情 一只狗率先跑了 其他的也都跟着逃跑 我心中有了很不好的预感 我拖了口唾沫 缓缓地回过身 我妈就站在我的身后 这一刻 她已经双脚碰地了 她脚尖点着 脚后跟不落地 那双没有瞳孔的眼睛 正死死地叮着我看 惊恐 在我的心里蔓延 然而一种特殊的情绪 盖过了惊恐 那就是我对妈 妈的愧疚 那画面再一次 出现在我的脑海里 妈妈坐在河边 哭到颤抖 紧张无促地 咬着指甲的画面 最后选择了投合自尽 都是因为我歇斯底里的吼她 要她去死 事情才会变成现在这样 当她以这样的面貌 出现在我面前 我情绪差点崩了 我哭着颤抖 我说妈 对不起 我说的都是气话 我没有真的想让你去死 妈妈盯着我 一步一步朝我走来 她走路的姿势很诡异 每当阴风吹过 她就好像没有重量一样 会微微摇晃 尤其是那脚踩在地上 悄无声息 我艰难地爬起身 想要逃跑 可是我一点力气也用不上 我不怕死 我只是想让她安息 师父说过 逆鬼是不能投胎的 每一天都会重复一次死去的过程 沦为孤魂野鬼 妈妈是溺死的 如果我今天死在她的手上 那她每一天都要重复被淹死的过程 永不超生 我咬咬牙 从口袋里掏出了钥匙 我曾经问过师父 如果我真的失败了 那该怎么办 师父当时很复杂地看着我 他问我到底想不想让妈妈安息投胎 我说想 特别想 师父告诉我 鬼有一种人是不杀的 那就是濒临死亡的人 因为濒临死亡的人身上会有死气 让鬼以为自己是同类 忍受着临死的痛苦和虚弱 完成卑诗人的任务 他告诉我 如果真的失败了 这是唯一让妈妈安息的办法 我看着妈妈 忍不住哭了 我哭着说 妈 从小我给你扎头发 给你做饭 给你洗一碟被 我照顾了你十年 我活得好累 对不起 我不干那样对你 我的命是你给的 今天我就还给你 我们一了百了 我拿起钥匙 掀起衣服 对准了我的肚子 妈妈朝我伸出了手 可我不等她动手 已经将钥匙狠狠扎进了我的肚子 好痛 好痛啊 钥匙一点也不锋利 剧烈的疼痛 让我差点痛昏过去 人的肚子有脂肪 会让肚子软软的有弹性 为了这把钥匙能刺进腹部 我还要忍着痛 努力硬着肌肉 鲜血顺着钥匙落在地上 我痛得单膝跪地 脑袋的每一处毛孔都在发骂 身体在警告我快停下 可我还是死死咬着牙 把整根钥匙刺进了我的肚子 好痛 我颤抖着抬起头 看向妈妈 我忍着痛 尼难道 妈 八岁前你照顾我 八岁后我照顾你 十年了 我在照顾你最后一次 儿子犯错了 用这条命陪你上路 我知道我已经可以说话了 因为此时此刻的我 就是一个将死之人 师父说过 鬼魂不会对自己的同类下手 否则会魂飞魄散 我捡起地上的饭装进口袋 走向妈妈 直接抓住了她的胳膊 腹部传来的剧烈痛苦 让我怀疑自己 到底能不能把她背到河边 可当我把她背起来的那一刻 我发现她变了 本来她是有重量的 可是现在 她变得很轻很轻 仿佛一点重量都没有 要是卡在我的肚子里 每当我走一步 那撕裂般的痛苦 就带给我阵阵清醒 保证我不会昏过去 鲜血滴落在地上 我不知道自己到底有多少血流 我时而昏沉 时而清醒 走在这条路上 我脑海中却浮现了小时候 那时我走路累了 喜欢和爸爸妈妈撒娇 爸爸总是把我背起来 让我趴在她宽厚的背上 我还不老实 喜欢对着妈妈伸出手 让她牵住我 我们一家三口走在小路上 爸爸的汗味 妈妈的发香 回想起来 那就是幸福的味道 如今我穿着爸爸的外套 背着妈妈 我想 这算不算是一种团圆 人死之前 果然会走马关灯 浮现出自己活过的画面 我记不清自己走了多久 来到河边 跪坐在地上 我已经没有碗了 我只能用手捧着网生饭 打了一个生鸡蛋在饭上 把筷子插了上来 我看着妈妈 挤出了笑容 我说妈 吃饱上路吧 鬼不会吃饭 但是会接受供奉 我手中的饭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开始变馊 腐烂 见到这一幕 我松了口气 这是妈妈接受了网生饭的意思 我喘着气 不知道还有没有力量 回到坟墓边了 可我想试试 死去对我们而言 应该也是一家团聚了吧 我伸出手又要背起妈妈 可是她却忽然动了 她往后退了一步 我愣住了 再次朝她伸出手 她却又往后退 她离河边的简陋小屋越来越近 那个看见她死的老太太 是个拾荒者 就住在这个小屋里 我忍不住想 莫非妈妈要喊陌生人吗 不对 她应该不会这么做 她对陌生人怎么会有怨恨 可她却抓住了门 一把推开 这简陋小屋 本身就是装了个门板子 轻而易举就被推开了 忽然 我闻到了一股浓郁的血腥味 我愣住了 小屋里 老太太跪在床上 趴了下去 然而一把剪刀 却被钉在床上 剪刀戳穿了她的脖子 她以跪趴的姿势 死在了床上 满床满地 都是她的血 我傻傻地看着这一幕 不敢相信自己见到的一切 妈妈忽然拿起屋里的镜子 对准了我 镜子里照出了我 但画面里不止有我 在我的身上 竟然还趴着半个苍白的脑袋 对 半个脑袋 鲜血淋漓 但那是我认识的人 那是以前总欺负我们的同学 他趴在我背上 用猙獰恶心的脸 一直对着我的肩膀吹气 但因为这一路上 我没有再回头 所以我没被吹灭过两盏本命灯 对鬼来说 伤害同类是要魂飞破散的 这同学的身体 在逐渐缓慢地消失 所以只剩下了半个脑袋 我眼睁睁看着它完全消失 魂飞破散 我根本搞不懂 他往前走了两步 忽然抱住了我 不冷 可能因为我的体温也在降低 所以我觉得妈妈一点也不冷 我感受着他的拥抱 眼泪克制不住地落下 他只是摸着我的头 一脸慈想地看着我 这时候 我的手机忽然响了 我拿起手机一看 发现是半丧师傅打来的电话 我接起电话 那边传来了他着急的声音 错了 全错了 死了好多人 我一晚上接到好几个客人 全是横死的 我打听了一下 不是你的同学 就是你的姑姑 我呆呆地说 我姑姑也死了吗 死了 你在哪 你有没有事 我把事情和他交代了一下 他连忙说 事情恐怕不是表面那样 你别死 鬼其实是可以说话的 但是人和鬼不能谈话 一旦他和你说话 就会对世间产生留恋 想拉着你上路 他一直不说话 还让你看到同学的鬼魂 就是要让你知道 想害死你的另有其人 活下去 别死 你妈妈想你活着 我离你不远 我骑摩托送你去医院 师傅一直在说话 可他后面的话 我已经听不清楚了 我流了一路的血 已经累得两眼发黑 我失去了所有的力气 要倒下 妈妈抱住了我 让我软软的躺在他怀里 我看着他慈祥的脸 我尼南道 妈 你不带上我一起走吗 他露出笑容 只是对我摇摇头 这一刻 我真的累崩了 我不能控制自己 抓着他嚎啕大哭 对不起 我说的都是气话 我 一点也不想你死 这十年来 我每一天都想长大后 要挣钱 要治好你 要让你变回原来的妈妈 我说错话了 我不要前途 我不要什么人生 我就要你陪在我身边 我在妈妈的怀里大哭 而他竟然也落下了泪水 他流着泪在哭 亲吻我的额头 拍了拍我的背 就好像小时候哄我睡觉那样 这时候 半桑师傅赶到了 他下了摩托车 飞跑到河边 当看见这里的情况 他惊得睁大眼睛 而我妈妈的身上 竟然开始出现了乳白色的光芒 我惊慌的问半桑师傅 我妈怎么了 他说 你妈身上没有怨气了 她要投胎而去了 我抓着我妈的手 原本轻飘飘的手 开始变得逐渐有重量 妈妈的身上 不断有乳白色的光点散发 好像萤火虫一样包围了我 拥抱着我 半桑师傅一把抱起我 让我坐上摩托车 着急的和我说 撑住啊 我马上送你到医院 他启动了摩托车 而那些萤火虫一样的光点 始终陪伴在我的身边 随着我一路前行 好几次 我想抓住他们 可我却抓不到 直到我被送到了医院门口 这些光点才开始逐渐消散 而我也终于昏了过去 我到底还是活下来了 半桑师傅来医院探望我 他告诉我 事情出现了转机 有新的人证 提供了和老太太不一样的证词 那人是个钓鱼佬 他觉得下雨天好钓鱼 就冒雨去河边钓鱼 他在做准备的时候 看见妈妈在那里哭 而我的那几个同学 庆祝完毕业 最熏熏的路过 看见我妈妈 他们又过来欺负人 妈妈被逼的到处跑 吓得大哭 以往每一次 都有我和这些人打一架 可这一次 我不在 妈妈无路可逃 他在勤急之下 选择了投河 那些人一看事情闹大了 自己现在可是成年了 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他们赶紧回家找大人帮忙 大人们也来了 老太太正好看见这一幕 他们以为就老太太这一个人证 钓鱼老是狂热的爱好者 不会游泳也要来钓鱼 他看到出人命了 自己又不会游泳 也不敢冒头 他被人报复 于是大人们给了老太太三千块钱 那老太太就昧着良心说假话 一夜间 五家人全死了 三户人家是我的同学 一户人家是老太太 还有一户人家 就是我的姑姑 我忍不住说 可是妈妈一直都在我的身边保护我 她根本分身乏术 没办法去害人啊 半桑师傅说 那坟墓里埋着的 可不止你妈妈一人 我愣住了 他继续说 你爸这些年从未投胎离去 或许是想等到自己的老婆孩子善终 可他老婆横死 还被埋了进去 让他知道了 刹那间 我忽然想起这些年 我们每次被欺负 我妈都会哭着说 我找他爸来讲理 这一刻 我爸真的来讲理了 我问半桑师傅 你觉得我妈会恨我吗 师傅说 会 我一阵落寞 那他为什么不带我走 半桑师傅说 他估计会恨你 为什么要照顾他十年 你从小就开始照顾他 为了他放弃学业 放弃自己 他会恨自己拖累你 恨你照顾他 唯独不会和你们的吵架 我低着头 眼眶又湿润了 半桑师傅拍了拍我的肩膀 叹着气说 不看一个人说什么 而看一个人做什么 家人之间难免会吵架 你照顾妈妈十年 你很了不起 如果你是我的孩子 我会因为有你而骄傲 我还会对你充满歉意 这十年 你受苦了 你也和自己爸妈吵这么凶吗 他像个慈爱的老大哥 摸着我的头 轻声说 没有 因为我小时候过得还不错 你和我不一样 可怜的孩子 从小到大 不知道有没有吃过糖 尝过零食 和朋友玩过 我擦去眼泪 抿着嘴 努力不让自己哭出声 没吃过 八岁以后 一口也没吃过 没玩过 八岁以后 睁眼闭眼 都是在找妈妈回家 我控制不住哭声 在床上颤抖 老大哥只是轻声说 哭吧 你的心声开始了 姑姑走了 全家人都走了 这些年 他们一家人 心安里德 用了我爸的赔偿金买房 还给我的堂哥买车 可是一夜之间 就因为我姑父是独子 他们的继承人 只剩下我了 我继承了姑姑一家的财产 属于我的东西 最终还是回来了 半桑师傅问我 以后想怎么过 我告诉他 我把姑姑的房子和车子全卖了 拿了两百万 我在山脚下买了一栋农房 这里的农房很便宜 几万块钱 剩下的钱我都存着不花 我待在这农村里 养点积鸭 做点手工赚钱 也能养活 我这姑家寡人一辈子 每天清晨 我都搬着手工需要的东西 还有我的盒饭上山 我坐在爸妈的坟前编织手工 有时候我能聊半天 有时候我没话题 就安静的编织 任由微风吹过 仿佛他们在抚摸我的脸庞 累了 我就躺在坟墓边 睡一觉 睡得很安心 我就在这个坟边守校 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 五年后 在一个夜晚 我没来得及下山 坟墓忽然散发出乳白色的光芒 我问半桑师傅 这是怎么回事 他说 你爸投胎了 他是提醒你坟里没人了 以后不要再守着了 他想你好好生活 我承诺了 经历了这样的人生 我对世界已经不抱期待 我很认真思索了一下 往后余生该怎么过 最终 我把姑姑的房子买了回来 房价跌了 五年前卖的时候是一百九十万 五年后买回来 花了一百万 虽然我在守校 可我莫名赚了九十万 于是我应聘了一份很闲的工作 工资很低 但完全够我一个顾家寡人生活了 我每天回到家里 打打游戏 看看电视剧 睡前给父母的排位上香 每当想起曾经受过的欺负 我就讨厌这个世界 也没打算谈恋爱和奋斗 我这一辈子 大抵就是这样过完一生了吧 全文完